有一位外国设计师也非常特别 他来台湾18年了 他因为觉得台湾人吃槟榔 吐槟榔汁习惯不好 他这个设计呢 槟榔和土汁的纸杯合二为一 又觉得这槟榔西施穿着太暴露 所以将衣服呢改造 这个设计融入中国风 穿着改良版旗袍 裙子却是短到差点见地裤 背后镂空脖子绑旧旧 不落实验线改秀美腿 这可能是未来的槟榔西施服 比那种可能很辣 或者是就穿内衣 或者是又更over还好一点 我们觉得不要太sexy 我说的sexy是不要太胸部 可以露出来这一类的 来台湾18年的外国设计师 觉得台湾槟榔西施 上半身打扮太过清凉 设计可以这样改一改 比以前好多了 以前还那个 那个比较不落嘛 这个还保守一些 不会造成人家要看他的时候 造成车祸 老外不只对台湾特有的 槟榔西施坦胸铺路有一件 还打算把槟榔包装精致化 附上杯盖还要把咖啡杯 加海绵组成一整套 我们的设计师还有古文 又去卖一些槟榔 然后他们自己又吃自己出 看看什么样的被子 比较好控制 并不经济实惠 为什么 要顾虑到本钱 想到槟榔盒 行包装得多花钱 槟榔摊老板娘只摇头 本土槟榔西施服 注入老外观点 行不行得通 还得等老板点头 让槟榔西施们穿上身 本期训练秋后一首 言听台北采访报道